在馬路上灰衣女子死命往前衝 背後男子打著赤腳手拿甩棍沿途追打 女子轉身試圖逃跑 卻被另一名藍衣男子用力抓住 一手打開接應車輛的後座車門 用力把人推到車上 另一個角度看得更清楚 其實早在掳人之前一分鐘 女子才從新店新河街朋友家拿完衣服出來 白色轎車立刻跟了上去 下一秒車子在路口停住 後座兩名惡煞衝了下來 一邊攻擊被害人 在一邊把他架上馬路對面叫車火速 離開現場 驚悚當街掳人案就發生在14號早上8點多 43歲陳姓男子先是打聽到 剛分手的42歲賴姓前女友 一早會出現在新店朋友家 竟然開車埋伏 先把前女友痛打一頓 接著掳人上車 為了躲避警方追棄 嫌犯先把車輛棄置在中和工業區 接著換車把人再到新店一家汽車旅館囚禁 隨後再轉點到永和竹林路旅社 直到案發後6小時 警方巡線鎖定位置 到場破門成功救出被害人 被害女子被打到全身傷 除了牙齒斷裂 頭部也有撕裂傷 警方一查三瓶嫌犯跟被害人 都有毒品以及詐欺前科 為了30萬塊 陳姓主嫌棄的當街掳人 成了前女友眼中的恐怖情人 近新聞審明 徐洛廠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美方公司 寢問 吳敦 中間 開門 鎖宇 吳敦 湯敦